有非牟利機構在假日期間向毛家姐派飯 同時亦希望提供機會給他們自力更生 黃凱晴說說 這個由非牟利機構開辦的社區廚房 成立大約一年 每天都為毛家姐解決溫飽 每天我們從這個廚房做到250至300餐廳 好時間 過時過節 這間非牟利機構 都會為受助者特別準備一些糖水 或者派發由不同機構送贈的禮品包 讓大家感受一下節日的氣氛 除了派發飯盒 機構亦都為受助者提供工作機會 我們想確保人家有機會 社區廚房建時大約有五個員工 以前都是機構的受助者 有一陣子我患了大病 自己身體差 進入了機構開服之後 這裡就開回來的時候 我就進來這裡做事 因為我經歷過以前的生活 就算是很短很短時間的 但是我覺得是沒有飯吃 是沒有人理的那種感覺 是很難過的 社區廚房現時由基金會 資在日常運作 希望擴大營運規模 幫助更多有需要的人 其實香港食物浪費的問題 都挺大的 每一天有三千噸的盛食 三千噸的盛食 送到我們的堆填區 非常浪費 我們希望可以拯救到 四萬公斤盛食回來 而轉化為二十一萬個善餐 去給更多有需要的人士 基金會又說 自成立以來一共資助 超過800間社企 並在去年年尾擴大規模 和包括社區廚房 在內的兩間社福機構合作 未來會與更多機構合作 解決不同的社會問題 NOW TV記者 黃旭晴報導